刚刚过去的这周末是西方的复活节 在香港复活节是法定假期 这波假期效应 港人是疯狂北上 各个口岸不管是高铁 罗湖 深圳湾 洛马州支县 皆是爆满 北上大军直接攻陷深圳 各大商场景点可以说是满坑满谷 到处爆满 到处都排队 港人北上不止去深圳 甚至连去珠海的港珠澳大桥口岸都爆了 港人排队三个小时才能通行 人太多 排队的队伍都不动了 看到这个场面 我就想起知名公知反贼超腻马 在前两年信誓旦旦的说 港珠澳大桥就是无人区 现在他的大秃头上又多插了一枚回旋标 事实再次证明 反贼公知的眼界是非常有限的 可以说跟狗差不多 现在的深圳湾港珠澳大桥 都是罕见的大堵车 有些港人等了一个多小时出不了关 只好回家 根据港媒的数据 截止大千天上午十年 就累计83.4万港人北上 港媒称之为港人北上大迁徙 那么上百万港人在一个小长假前三天北上 究竟做什么呢 其实港人的追求特别的简单 就是为了吃喝玩乐 排名第一的当然是吃了 多数的港人北上深圳 就是为在深圳大快朵一 有吃云南野俊活锅的 有吃爪牌少鹅的 有吃老北京酸羊肉的 有吃少烤的 有吃牛肉活锅的 吃俄罗斯菜 吃海鲜的 只要能见到的都要品尝一下 除了吃喝之外 就是玩了 景点 古镇 公园 艺术中心 喜悦 电影院 到处都是香港人 当然游玩之后 还是少不了 要吃顿大餐 更有意思的是 不少港人北上 是为了享受深圳的酒店 还有很多是为了购物 你听着都信心 根据深圳跑网约车的司机说 港人带的箱子 那可是相当的大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港人北上看病 看牙 甚至还有做体检的 甚至还有专门跑到深圳 配眼镜的 我看新闻说 有港人在香港特区的公立医院 治疗膳器 结果拍了六年都没拍上号 到香港的私立医院 那太贵了 手术费根本承担不起 可他到了深圳 当天来了就做手术 还很便宜 自费啊 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在深圳享受的医疗的港人 感叹 内地的医院真的是为人民服务 港人北上 可不要以为都是去深圳珠海 而是通过深圳到达全国 比如大批的港人到广州体验滑雪 比如坐火车去西藏的港人 占据列车的七成 湖南长沙的五一广场 也是有很多来此游玩的港人 网民看到港人北上消费 此番的热度不由得想起之前 美西方在极力唱衰我国经济的那些事 现在是不是都啪啪打脸 事实上现在港人恐怕在后悔 为什么会干出拒绝港珠澳大桥 修到深圳的蠢事 否则他们就可以如澳门人 开着车就到珠海一样 开车就可以到深圳了 那么港人为什么会北上吃喝玩乐呢 甚至是到内地购物治疗疾病呢 很明显这就是香港人用脚投票 说明内地的服务远远好于香港 第二无论是吃喝玩乐还是购物医疗 深圳的价格都比香港便宜 而且更加的多元化 又便宜又好吃 选择多更好的服务 港人当然会北上吃喝玩乐了 香港特区由于一些老坏种老还过的缘故啊 物价是一直是居高不下 垄断是无处不在 港人之前没得选择 再加上脑子被洗了 只能忍受着被割韭菜 现在不一样了 港人有更好的选择 大家直接用脚投票 港人现在深入内地 感受祖国疆域之辽阔 惊叹祖国山河之壮美 才会从心底升起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 我们不由得感叹深圳与香港真的是换了一下角色 且不论深圳之败的内地其他地方 单就深圳而言 虽然港人的大规模到来让深圳有些毒有些急 可是深圳人对于港人的到来可是欢迎的 是非常包容的 不会对港人出口恶言 因为深圳人都是把港人当成自己同胞啊 都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大局观 香港同胞的到来那是来消费的 那是来推动深圳经济发展的 而反观当年香港由于反华势力煽动仇中反中 个别港人以及港人团体对内地人那种浓浓的恶意 你看到整个香港的变化 你就能知道二十三条有多重要 反华势力有多么的令人厌恶 看到这些变化 你再想想那些歧视说普通话的港人 他们有多么的狭隘 当年推出大湾区的时候 真没被个别的港人嘲笑 现在再看是不是大湾区成了 大湾区人和这步已经完成了 我之前就说过 大湾区就是给香港人的一个退身步 是帮助港人打开新世界的一条路 现在都应验了吧 香港的餐饮娱乐服务酒店业 全方位的被深圳吊打 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 服务质量说了这么多年了 它就是上不来 各个领域垄断无处不在 这还真是制度的问题 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认为香港的服务提不上来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从我的体验上来看 最主要的感觉就是香港所有做服务的 都感觉怨气特别大 而这背后是香港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造成的 再加上有些港人眼界狭窄 还对大陆人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而这部分通常正好就做服务业的居多 所以我认为单纯靠行政去提升服务意识与水平不太现实 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问题 港人要配合特区政府 摆脱打破像李黄瓜这种家族对香港经济的控制 把整个成本给它降下来 把物价给打下来 引入更多的竞争 不要因为少数几个资本家的利益就牺牲香港人的利益 不然港人北上购物用脚投票只会越来越严重 最后就是加大自身融合大湾区的意识与政策的力度 只有坚决的去融合大陆 香港的未来才能更好 特区要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 和内地的城市 比如资博哈尔滨等好好学习一下服务意识 打破各个行业里的顽固既得利益和垄断 这样坚持几年下去 深港一城化自然可以得到加强 那么内地人南下香港的场面才会重现 我是非常看好现在香港这个领导班子的 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做的更好 本期节目最后再加一个小彩蛋 大家还记得香港19年闹蟑螂 有个二货窜着港都T恤 带着一个塑料的美国队长盾牌那个小垃圾 本来这个小垃圾打官司上诉要减刑 结果3月23号23条正式生效 这里面有一条规定 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犯罪行为的囚犯 一般不可获得减刑 这次他的保释直接就被国安法官李运腾 直接给驳回了 真的是大快人心 小垃圾好好老底座串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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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dję